这个患者的舌项就是典型的甘于脾气 但是他用了很多疏肝健脾的方法 小玩也没有少用 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甘于脾气是压力过大 导致甘气克了脾胃所导致 但是在我看来 肾阳不足也会 而他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肾阳不足所导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舌项 舌边骨胀 舌中凹陷 甘于脾气 所以患者平时容易胸闷 爱生闷气 钻牛脚尖 腐胀胃口差 容易胃疼 那么第二 舌头胖大 舌质蛋白 说明存在着肾阳不足的情况 所以他平时还总是怕冷 手脚凉 一受凉就容易拉肚子 总的来说 他这个情况就是肾阳不足所导致的甘于脾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肾足水 甘属木 水能够养墨 如果肾阳不足 阴寒内盛 那么就会牵连到甘 导致甘寒迈紧 影响甘木的生发 那么这个时候 肾又会翻到脾胃啊 导致脾虚的情况的出现 所以说 对于他这样的情况 如果 知识去 输肝健脾 补补肾阳 那么肾寒是有一个会阻碍甘木的生发 自然就是反反复复难以好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情况 就需要 在输肝健脾的同时 补肾阳 散寒时 对于